似乎到了 这是一个游乐场 但是呢 这个黑海到底在哪 还没有看到 可能还需要再走一下 走一段路程 但是应该不太远了 这小公园修的真是 是拿什么石头气的 空间是水泥 但是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石头 我还被绊了一下 差点拽了 我已经好久没小刀被绊了 这个地方 这是个排水沟 这排水沟很简易 我好像隐约看到了海 隐约看到了海 确实看到了 已经看到它了 黑海就在前面 太近了 离我 它这边怎么有海滩呢 竟然没有海滩 难道直接就是断崖式的海吗 我觉得这不应该 大家不知道看到了吗 大家不知道看到了吗 前面就是在这个树后面 你看看 这个位置 什么也没有 那个位置就是海 我这个相机可能不是很清晰 黑海 黑海 为什么叫黑海呢 因为最早它发现的时候吧 是欧洲人发现的 欧洲人就发现 这里面海岸这么黑呢 颜色要比地中海深 所以他们就起名这黑海 其实啊 它是一个海 最早的时候呢 这海都是连着的 后来水被下降 下降之后呢 这个 这个海就通过 伊斯坦布尔那种海峡 相连 但是这个浑水量 就非常的少了 据说呀 这个黑海的上面的水 和下面的水 想交换一次 需要一年 不是一年 一千年 一年不是 那是错误的信息 是一千年 哎呀 一千年呢 一千年 现在中国是啥时代 我都忘了 唐朝 还是宋朝 这是到了 到了到了 同志们 到了 come on 我操 为什么这整那么大一坨 树呢 影响了 我看黑海了 这就是黑海 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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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底下没有海滩呢 这海滩 弄得好简洁呀 身后就是黑海 但是 总感觉这个 这么普通的 海水真是都是一样 海水都是一样